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大高雄有哪些重点新闻 高雄市立参与国中 今年8月将完成改制成为参与高中 并改立为国立高雄参与大学 附属高级中学 未来将会成为全国第一所 从国中至高中再到大学的 专业参与学校 教育局也表示 希望未来能培育更多参与人才 今天上午在市议会的分组讨论中 教育委员针对文化局展开 今年度预算编列的审查 会议讨论中市议员提出建议 认为除了举办活动 以及兴建各管中心之外 更应该创造文创产业的就业机会 经过将近半年的重建 石化气暴区已经逐渐恢复生机 道路开通景观也已经恢复 但是受创的心灵是看不见的 今天港东新闻专题报导 希望带观众回顾这场 惊天动地的意外 并持续关心出建区的命中 新闻开始 先带你来关心高雄市立参旅国中 今年8月将完成改制 升格为参旅高中 并且改立为国立高雄参旅大学 附属高级中学 未来将会成为全国第一所 从国中到高中再到大学的 专业参旅学校 对此师傅教育局表示希望透过一贯性的 技职教育体系来培育更多参旅人才 在教育局与高雄参旅大学的合作之下 双方完成签订国立高雄参旅国中的委托经营续约契约 即将在今年8月将参旅国中升格高中 打造全国第一个从国中到大学体系完善的专业参旅学校 我们延续国中我们本来就跟他们对于我们国中学生的技艺 学程系的教育能够继续 所以我们在今年7月30号截止 那接着应该再继续不能让它中断 第二个我们也要配合到我们这个学校改制为高中 所以这个学校将来就是变成技术高中 还有国中部跟高中部 接着教育部会改立为国立的 参旅国中成功改制高中之后 也将会改立为国立高雄参旅大学附属高级中学 高雄参旅大学也指出 在完善的教育体系之下 对参旅人才的培育也将会带来正向影响 那对这个人才参旅人才培育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正向 而且是一个能够一贯性的人才培育 那这种的制度我想 在别的科系有了 在参旅管理参旅发展来说 是整个可以说第一所这样子的有特色 有远见有方法有特色的一个学校 教育局表示 从国中生根的一贯性参旅教育体系 不但是技职教育的翻转创新 也能够培养学生技术与实物经验 未来将会创造出更多的优秀参旅人才 港独新闻 再来带您看到另一个结合国营事业产官学合作的例子 小广高中今天和台电公司正式签下三年合作案 成立台电机电班 未来每年将会招收40名学生 而学生毕业后将有机会进入台电工作 教育局也希望能够扩大这样的产学合作模式 鼓励更多企业厂商加入人才培育的行列 在产官学多方见证之下 小港高中与台电完成签署事办三年的合作案 办理台电机电班 继林园高中的中油化工科学班 以及人武高中的高雄石化产业特色课程人大专班 这次的产学合作也是教育局积极推动的人才培育计划一大进展 合作的推动其实对我们整个大高雄来说 是近日积极在做一个布局 这个布局在做什么呢 我们基本说我们是在为未来来准备人才 我们必须为大高雄打造一个多元人才培育的推动架构 当我们拥有国营事业在地方 那我们拥有各式各样的工业区产业在地方的时候 这些产业这些国营事业一定跟地方的发展 跟未来的人才的培育跟就业形成一个紧密的关联 无论是小港高中 无论是在高雄台电公司 就所谓人才的培育这一部分 能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而且不是仅止于这样子 它应该就是开头而已 那我们希望未来 透过我们高雄很多高等学校 积极建构一个能够为我们台湾为高雄 业余很多年轻人 让他能够深留高雄 未来台电机电班将会透过征选录取方式 每年一班招收40名学生 并且保障10个名额 让机电班的毕业生有机会进入台电工作 教育局也鼓励更多的国营事业与优质厂商 能够一同响应 培育多元人才有效的推动在地人才留在高雄扎根 为未来的产业环境做准备 港独新闻许富天张浩欣采访报导 农厌春节就要到了 家家户户都会挂上大红色的春联 而设立严城图书分馆就推出了借书送春联活动 只要读者借满20本书 就能得到书法老师亲手书写的限量春联一副 让不少读者都觉得好喜气 而且馆内的借月量也一下子多了好几成 我们今天有借买20本送春联的活动 谢谢 好的谢谢 这非常好 桌上堆满的书籍 这些全都是读者要借回家的书 会一次借那么多书 原来就是因为现在在延城图书分馆 只要借满20本书 就能获得书法老师亲手书写的限量春联一副 让不少读者都想沾沾喜气 今天借了20本 是为了要领春联吗 没有那个固定都会来这边借书 特别是现在要放寒假的 刚好有办法配合这个活动 觉得蛮不错的 所以过来把那个本书把它充满20本 这样一方面可以介绍书 一方面看到那个老师的这个大作 非常的好 是平常就有阅读习惯吗 还是特地来想要领春联 本来就有借书习惯 只是没有借那么多 可是今天是为了春联来的 那拿到春联感觉怎么样 很开心啊 因为这是我们老师的作品 在红纸上一笔一画写着吉祥话 书法老师现场辉豪 将几个文字凑在一起 你看像这个合体字 你猜得出来是洋洋得意的意思吗 还有还有像这个乐透的综合体 也呼应着时下最夯的乐透菜 这个羊 因为像这个每一年的生肖都不一样 所以每一年的生肖我们都会 我都会在想说让它有趣味性 然后又有吉祥化 所以我就写一个洋洋得意 因为两只羊 那像这个我就觉得说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乐透嘛 就把这乐透两个字给它排在一起 这样 那像有些字都是从以前就会有人这么写过 像这个就是给小朋友 他们就是恐梦好学 整个借数量是会有冲高的 那民众对了这个吴老师的莫保 也非常的喜欢 所以来因为莫保来借书 或者是再把数量冲高 都是有相依加持的一个作用 严城图书分馆为了推广阅读风气 发起了借书送春联活动 不但让馆内的借月量一下就增加了好几成 也希望在农历春节期间 传递祝福与喜气 港部新闻 向我看吴雅婷采访报道 再来将镜头转到议会 今天上午在市议会的分组讨论中 教育委员针对文化局展开 今年度预算编列的审查 他们也提出建议 认为应该创造文创产业的就业机会 让人才回流 才能带动高雄的在地产业发展 在教育委员会的分组讨论中 针对今年度文化局的预算编列 市议员吴义正提出建议 认为文创产业应该因应目前的人才外流问题 除了活动以及硬体建设之外 应将目光放远创造出产业的就业机会 让人才能够在地发展 不管是你的活动软性的或者是硬体的建设 还是重点说你的文创 是不是有生根人才的 文创人才的培养的生根 跟在地产业上的连结 对就业怎么去扣住 这是我们最主要要看的 否则你盖了很多东西硬体 然后办了很多活动 可是活动可能是外地来办完它就走了 硬体留下文质馆人才也是外地来办个活动预算都花在这里 然后傍晚他们也走了 在高雄都没有累积人才的效果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看这个 对此文化局长使者回应 表示这也是目前积极努力的方向 希望能够结合就业甚至是创业 将人才留在高雄促进产业发展 我们事实上是希望达成纪录 五月所讲的其实是一个人才的重新的聚落 那现在应该是城市转型人才移民 但是这个各方意见的看法不一 所以我觉得需要一些模仁的情况 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在激情当中 如果这个模式可以顺利的话 事实上对未来的保存 我觉得会比较好 因为它是个比较低度管制 那也不必都是政府完全公部门的预算 因为我们很怕重新又产生一种 就是政府边预算修缮花大米的钱 那市场钱也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要花很多的时间 那事实上你政府修缮主导 最后是不是符合市场的需要 我觉得也不一定 所以这样子的模式 不一定要适用于所有的地区 我觉得应该各种方式并进 今年度的预算编列审查进行的如火如荼 尤其针对活动众多庞大的文创产业 议员审查上丝毫不敢马虎 就是希望能将人民的纳税钱花在刀口上 而不是随着活动落幕付诸流水 港东新闻许富天张浩欣采访报道 喜爱吃海鲜的观众朋友有福咯 市府海洋局延续去年 与便利商店合作的好成绩 今年再度推出高雄海味石斑鱼系列的商品 其中的龙胆石斑鱼涮涮锅 一推出就受到消费者的热烈欢迎 在记者会上永安区的海鲜养殖斑 更带来超大的龙胆石斑鱼现场展示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镜头一起去看看现场的情况 想要吃新鲜的海胆石斑不需要去到鱼市场 只要在超商通路就可以订购 这是海洋局与超商合作推出的石斑鱼系列商品 其中海胆石斑鱼涮涮锅 更是吸引消费者选购的冠军商品 从地方鱼货产销般带来的石斑鱼 就可以看出有多新鲜 其实我们最感到荣耀的是 我们的石斑 我们的永安的龙胆石斑 我们是用我们的钻石水来养殖的 这钻石水是LANG的水 冷却水 它是一个常温 比较低温的一个水 所以它能养出来的鱼的质感 是非常好的一个质感 所以这一次能够得到所有的评鉴 第一名我想除了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的钻石斑 最用钻石水养出来钻石斑以外 另外包括进兴的很好的一个烹调 都是很主力原因 其实去年海洋局就已经和超商通路合作 推出了高雄海味预购行路 可以让民众直接选购 鱼肉肝礼盒 虱目鱼肝礼盒等商品 这次更推出汤头鲜甜 龙胆鱼肉 坦雅的涮涮锅料理 势必可以引起另一波选购风潮 一方面来让我们鱼银的收入人数家 那一方面更要向全国推销我们高雄的特产 让大家想到这个高雄一定直接想到海味 想到海味呢 一定会到我们全家便利商店的 这个高雄海底特区来采购 年关将近 许多人都开始烦恼 年菜菜色 这回海洋局推出的鲜味料理 刚好可以当作一道年菜料理 也提供给消费者更多样化的选择 港湖新闻 阮旭黄梓茜采访报导 全能减碳新生活 鞋马步行鞅保健 每周一天不开车 雪车用这处减碳 冷气控温不外泄 四杯杯快霸雨蛋 多吃蔬食少吃肉 积用资源顾地球 尖能省水更省钱 水手关灯拔插口 提供面环婴保护鼠关机灵 骑车戴安全帽 有效降低事故伤害 骑车因两转式左转 防止车祸事故发生 生命尘可贵 骑车聚当低头足 生命无法冻结 安全才是最美 累死了 想到要去排队拜美签 有够浪费时间的 喂 喂 你要赶快找时间 去拍美签大头照 好啦 还要去面试 忘记线上网预约了 你们资讯很差 来 你们看 游去美国观光盒商务考察 不用签证了啦 是喔 这本护照有够照 玩游世界拍摸照 外交部和大家一起打兵 十年前 有人说台湾毛豆胜不到五年 一群不服输的农民 改变台湾毛豆 走出一条新的路 毛豆先生周国龙 全力研发新品种 结合小农民 加入大农场计划 新鲜毛豆直送加工厂 缩短产销流程 拿回销日冠军 全产业要找出特色 走出自己的路 欢迎回到港督新闻 经过将近半年的重建 石化气泡区已经逐渐恢复了生机 道路开通了 景观恢复了 但是看不见的受创心灵呢 该怎么继续协助他们走下去 有人知道他们现在过得好吗 今天 今天的港督新闻专题报导 希望带您回顾这场 惊天动地的意外后 能持续关怀重建区的民众 用爱守护给予力量 2014年7月31日的深夜 高雄市区的石化气泡意外 惊天动地的巨大声响 犹如战争过后的破坏能量 夺走32条宝贵生命 300多人轻重伤 各界在一片震惊之余 投入大量人力与物力 协助救灾和重建 转眼间半年过去了 断缘产币修复了 马路也开通了 车流人潮回来了 但是受创的人心呢 大家都以为是地震 我也以为是地震 可是一看巷口外面烈焰冲天 就知道出事了 那时候我惊觉到我太太和小孩 人家还在外面嘛 因为当时状况非常混乱 下午两点半 被通知去高雄市立第一殡仪馆认识 背景是一堆人的声音 然后妈妈的声音是在哭说 高雄发生气爆 爸爸一什么样都没有回家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那我当下反应就只有跟他 我什么事情都没问 其实那时候什么 我第二句话都没有再问他 我只有马上跟他说 我马上回家 当人们面临重大意外 尤其是至亲的生离死别难关 要抽离痛苦的深渊 并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开拉面店的老板 借由做生意 让白天的自己继续忙碌着 只有在夜晚一个人时 才对着自己逝去的妻子和儿子 反复思念不能忘怀 目前现在存活下来的人 都蛮痛苦的 可能要脂皮 可能要手术 可能要复健 还有庞大的医疗费用 市政府都有帮忙到 可是 唯一让我比较 迷惘的 枉然的就是说 彷徨的啦 很彷徨的就是说 未来的路啦 我后来努力的想 就是说 事后总是会去想啊 想说 是不是曾经 有什么机会我们可以躲过啊 是不是曾经有什么机会 他不会在现场 但怎么想就是觉得 他就是会在现场啊 啊觉得 这个就真的没办法 对啊 对啊 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同样也是在这场意外中 失去父亲的陈冠荣 目前是气爆自救会的会长 这场意外 让原本不善于处理公共事务的他 一系成长 希望能为同事落难者的家属 攜手共度难关 政府也许觉得他们做了很多事情 有很多计划 但是许多灾民跟罹难者家属 他们不会知道 没有这个管道 就其实受到这个计划 所以当然我们就希望 首先就是有一个窗口 这个窗口大概就是 去跟政府做一个双向的沟通 包括对政府提出 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想法 那某种程度就是说 另外一个方面是 当政府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政策 有什么帮助 可以帮助到罹难者家属的时候 我也反向的传达回来 意外发生后 各界开始检讨发生的原因 以及该如何避免再次发生 但是让人更担心的是 当意外逐渐被淡忘 政策性的执行 老百姓又无法直接参与 谁又能知道 未来还有多少意外 正躲在细节里呢 高雄的很多工业的计划 一直不断 还是不断的在进行 从北高雄的岗山人舞 还有包括南高雄的南兴计划等等 实际上他给我们的一个图像是说 他跟高雄市政府 现在在推行的文化策略 是有一些矛盾的 我们应该要寻找另外一个出路 不要再走回头路 去重复过往高雄那种 跳脱不掉的一种 重工业城的宿命 重建区在既定的时间表里 完成各项的硬体建设 所有的关心可能会逐渐分散 也许这才是看不见的心灵 最需要持续抚慰的开始 而无形的心灵重建之路 无形且漫长 港都新闻综合报导 最近大高雄有哪些议文活动呢 让我们一起参考港都生活信息 会论吗 第一个议文活动 就参考港都证据 今天绝据 但是不妄想 提供并发出 那些年纪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心 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 晴时多云 气温是14-25度 南投台中彰化 云林嘉义地区 晴时多云 气温是11-24度 台北基隆陶中庙地区 多云 气温是13-18度 宜兰花莲台东 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晴时多云 气温是11-29度 早往气温变化大 提醒大家出门在外 记得多加保暖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吴亚婷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常常让我烦恢备 所以我一定要把她拦掉 希望让她最好的保护 她说现在她大了 让她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喔 我知道她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只要是我的安全带 仅控幸福的依赖 乘车请系安全带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给予她们多些关怀与帮助 别让忧郁变成 哇 新家喔 妈 上车吧 记得她小了的时候 常常让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把她拦掉 希望让她最好的保护 她说现在她大了 让她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喔 我知道 最关心的是我的安全 仅控幸福的依赖 乘车请系安全带 人生不尽完美 随时都可能遇到不如意的事 而心情不好 给予她们多些关怀与帮助 别让忧郁变成 哇 新家喔 妈 上车吧 记得她小了的时候 常常让我烦恼 所以我一定把她拦掉 希望让她最好的保护 她说现在她大了 让她让我最好的保护 妈 现在后座要系安全带喔